到目前为止,去南部的战事基本上结束了,接下来续军面临的敌人则更加的强大。 该地区的军队力量被分别派往两个方向,一个是其北部,另外一个则是苏维达省,后者面临的敌人则是伊斯兰国武装,如果想要彻底的将其倾剿干净,还存在不小的难度,这支武装队伍的存在,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。 当续军将这个地方的武装队伍打败以后,另外一个地方的武装队伍又重新发起进攻,如此反复的攻击,让续军非常的烦恼,不过由此也可以知道,该组织在续境内的基础非常雄厚,去南部其实也存在不少的反动态。 在续军占领该地区的武装之后,并已经将投降的武装队伍遣赛,并输送到其他地区,与这些投降的武装队伍不同,残余在该地区的武装队伍更加的恐怖,一些不愿意撤离的武装队伍。 顽固地盘悬在该地区,还有些队伍转而投向伊斯兰国武装,但是在俄旭两军猛烈的炮火下,活着的恐怖分子已经少了很多,对待这些不知悔改的武装分子,续军并没有放行的打算。 近日,据相关媒体报道称,一名武装队伍的头目化妆成为女性,意图逃离该地区,但是被正在执行的续军抓了个挣着。 据悉,续军此次生擒的这名女性,其实是南部一个联盟的重要头领,在续军还未开始对南部发起进攻之前,该名头目煽动其他武装组织,组织续军对该地区发起进攻,更甚者,放出令人愤怒的狂言。 现如今,这位大佬却以女装的模样被逮捕,作为武装队伍的头目,而且是不愿意投降的头目,续军肯定不会随意地允许其离开,正是因为无法自由地离开该地区,所以才会有一部分人,想到了扮成妇女的模样。 据悉,续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抓获扮成女性的武装头目,这些没有背景的人一旦被抓住,基本上不会被释放,除非他们像之前白头盔组织那样,背后有多个国家在支持。 续军能够在战场上取得今天的成绩,与其盟友的加入以及某些国家,会进行干涉有很大的关系。 接下来,续军针对北部、东部的行动将会非常困难,特别是还有美军、土军存在的情况下,在如今这种对峙的局面下,续军采取军事手段,并不是明智的选择,毕竟其军事实力无法与其他两个国家抗衡,当前要做的事,便是先将失去支援的武装队武彻底的清剿干净,然后坐下来与对方好好的谈一谈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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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